最近过得怎么样 不好 我觉得我精神压力特别大 然后根本就没有办法生活 你说的精神压力特别大 可以讲的详细一点吗 是这样的 其实以前没结婚的时候 他俩的时候 我跟我老公两样感情特别好 然后也很甜蜜 那时候他无头的人呢 就是对我也很好 但是婚后就不一样了 不晓得为啥子 他们就是对我有很多的不满 就是说我这说我那 然后我刚才到门口也听到了一点点 然后我婆婆的意思都是说 这次怀孕流产的时候 也说是怀疑 也说骗他们的 我就在想嘛 如果说连这个都要怀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跟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佳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节 记住微信26682135 然后我婆婆 她就是那种 三天两头的就让我无头跑 然后每次都给我脸色 还每次过来都说 哎呀 这家的师傅又好好好哦 那家的师傅又好羡慕哦 还说我那个第一师傅 她说我第一师傅 又跟她生了一个大盘小子 她就天天到我面前说这些 你这样说这些 说给哪个听的嘛 哪个听 那心里会舒服嘛 你结婚好久了 你看到这 你知识都那么高大了的嘛 儿媳的指责 让杜阿姨气愤不已 在她看来 儿媳是倒打一耙 顾左右而言其他 对于她所关心的 意外流产一事 儿媳只字不提 这让杜阿姨按捺不住 开始向儿媳发难 你说你忘了掉了 你把那个证明拿出来 给大家看嘛 你拿出来啊 你为拿出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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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拿出来就是要怀疑我啊 你为拿出来就是不相信我嘛 不相信你 就是不相信 你把证明拿出来 我就相信你了嘛 杜阿姨啊 一定要看吗 我还是想看啊 可是我觉得宋磊 我也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因为这毕竟是涉及到你隐私的一个问题 你愿意 你愿意拿给婆婆看一下吗 你要拿出来吗 对啊 刚才我也质疑你 刚才我就觉得哈 你确实是 好像有什么瞒着你的婆婆 你想怀孕那么快 然后又结束得那么快 啥道理都没有 好像一家人都被你逗着玩一样 你确实是现在要拿个证据出来 到底这个又怀没关 没错 宋磊 如果说你想证明自己没有撒谎 或者说想证明你自己的清白的话 你要拿出证据来 否则你这个婆婆一直在怀疑你 你有巴掌的课都说不清的 这我觉得也不至于啊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个在都市里长大的 女孩 那么她可能有 就算我觉得不得已 要用一些谎言去搪塞她的婆婆 你可以看到 因为婆婆毕竟 她是从农村带来的一种 那种我们说习气吧 那样婆婆的那个算是非常大的 甚至有一些特别 我们说不一定符合情理的习俗 可是城市里边要把你说白吃得很清楚 我觉得世界伤神伤费 但是周老师 作为一个农村的婆婆 别人给她建议 她在怀疑是不是她有意在骗她 让她拿出证明这一点 对 她现在是拿证据 证据她还没拿出来 周老师 你已经给她定行为 她用谎言来了 她是谎言 她说要是不是谎言 由你来说明是不是谎言 拿证据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你拿菜啊 你拿菜嘛 拿菜大家就 我们当老人妈也就相信了嘛 我没得证明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怀疑 在婆婆和大家的一再追问下 宋雷终于说出了事情 自己并没有怀孕 这样的事实 让大家感到非常的惊讶 也让婆婆非常的气愤 她情绪激动地质问宋雷 究竟为何会这样做 面对婆婆的质问 宋雷却理直气壮地 说出了如下的话 这个还不是被你们逼的呀 逼的 我们逼你娃娃掉的 我们逼你啥子 没把你当主宠人我对待 太刮念了嘛你 你晓不晓在农村上的心头 你太刮念了嘛你 宋雷为何会说 甲运是被婆家所逼 这中间到底还有什么 不为人知的印象 你们不晓得 就是说我老公屋头 还有个弟弟 然后因为前段时间 他弟弟也结婚了嘛 因为是未婚先孕 结婚了 然后呢结婚五个月 就把娃儿生了呢 生了之后呢 他们又没得工作 又没得啥子 我因为父母他们 我妈他们也没得啥子钱的 然后那个弟弟媳妇呢 就是那种好情难做 又没得工作 啥子都没得 一几天就在伸手 问人家要钱的 他就一几天呢 就又跟我们说哈 又说哎 这里要买奶粉了哦 然后又说要到老家 改房子了哦 然后又说啥子 要这么久了 反正就是找一些 各种各样的借口来 问我们要钱的 你睡一会儿 你买一会儿 你给他帮助哈 我父母 就是我爸妈哈 前当时还跟我们说 他们没得钱 然后经济压力大 嗯 叫我们帮他 还有美国也拿 三千块钱的那个 生活费给他们用 就是因为说 没给他们给那个 生活费 我公公婆婆就跟我闹 然后梦到我真的现在压力好大哟 上半斤的都上半斤 我们领导都找我谈了好多次话了 我也不晓得他为啥是我要来承受这一切了嘛 他是不是我生的儿嘛 他该不该给点年花钱给我嘛 平常在他给你是应该的 平常是不要养他 买要养一斤 他弟弟有困难 那是我们的共同财产的嘛 你去看他浪造你 他弟弟有困难 帮助他又有啥子嘛 帮助你们四个 帮助是可以的呀 但还有个结实的嘛 是不是 不要 所有事情都一直看我们下个几身虫一样嘛 我觉得阿姨哈 我在这儿确实是忍不住想说两句 之前你上来的时候呢 你口口声声说你 你觉得你们家和你的这个媳妇家里面 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我当时心里面还想说 可能你思想比较传统 而且还比较朴实 因为你怕人家瞧不起你们 但是刚才这个媳妇上来之后 你们把他的就是你的这个小儿子是吧 说到这个解决他的经济问题 还要帮他养这个儿子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把一切都当成了理所当然了 我现在在你身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很霸道的影子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这个媳妇 不要说生小孩的压力了 我经济压力 我现在都已经可能好家伙 要让我揣口气的感觉了 你知道吗 但是问题的话不能这么说 首先这个婆婆她是来自于农村 她的这个思想的层面 达不到像城里人 受过高本教育之后的那种思想的开放性 她有一种传统的一种 固的这种老的思想在里面 这一点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 何况婆婆她并没有怎么样 她是说她想找一点抱孙子 这一点愿望大家都可以理解 并没有太多的 你说的那个抱孙子 我还真的是可以理解 但是你前面说那个 关于农村人 她的这个思想的这个问题 我就真的是不能狗头 当然这个不是 我们说大千世界 都大家都是平等人 我们都说城里人 不能瞧不起农村人 那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让农村人至上呢 不能说我现在下度了 没有没有 现在呢根本就没有说 来为这个农村来的这个婆婆 她的霸道来为她开脱 没有 那同时你要看到 我们这位媳妇 她可来自于城市吧 那作为城市来的媳妇 她应该有一种比较开明的 和一个先见的一个思维吧 没有啊 我们看到她所做的一些 还不计婆婆 你明明知道 婆婆好像是对小媳妇 你们家的那个小 她的那个小的媳妇有偏袒 你对她不满 因为你对这个小的 那个弟媳妇的不满 你就拿怀孕这个孩子 怀孕这件事情来逗你的婆婆玩 你对作为城里人 应该做的嘛 但是她也没从来没考虑过 我的感受啊 我的压力好大啊 她们逼你逼得很急 你开这个外线 外面开得太大了吧 还有一个 我也不是说 我也不愿意能够来处理 还有一个 你家里了 我是想 我如果说我怀孕了 然后掉了两次 我就说 希望她能够关心 我以后不要再这样子了 不要再给我太大的压力 你家的这个家里面来 你都知道 你老公来自于农村 你的老公 也许她受了文化知识的熏 她可以跟你齐头并进 可是她的妈妈真的是没有办法 她有固定的一个思维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用你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怎么能够解决得了呢 当然是 所以说我觉得你们的荒唐逻辑在哪里 也就是说 我们对一个不合理的情况 比如说婆婆 她来自于农村 我们可以谅解 可是谅解并不因为她要正确 就因为她是错误的 我们理解 她来自于那样一个境地 她要求的是两个儿子 获得均等的收益 那对她来说 其实只有她大儿子经济状况良好 小儿子生活非常不堪 看到没有 老人家心态就失衡了 但是朱老师 朱老师 我们并没有说 这个婆婆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她有她的理由 她的理由可能是自私 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说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当她当一个知识人 面对婆婆的这种的霸道也好 怎么样也好 她的反应是什么 实际上我觉得 对 不是吧 人口伤人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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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句话 有一个关键词 可能大家已经忽略了 她刚刚在说寄生虫 有这不说婆婆的吗 这是一毒中毒吗 请问 为什么说寄生虫 我说寄生虫不是说婆婆 我是说我的弟师傅 他们还年轻 他们不是工作 一天到午头 有时候好险 我还是婆婆的呆 拿上里帮 我为大家 我为大家 感谢观看